大家好 我是Jay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还是在盘中的 还有大约40分钟左右 大盘就会收盘了 在这里本来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其实明天就是美联储的这一个加息会议 所以失常这两天呢 感觉就是在去等待这一个美元区主席 鲍威尔发言之后给出的这一个利率的一个方向 再去选择这个 再去选择这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我们如果去看标普百的旗帜的话 其实一直是在走这一个上行通道里面去的 基本上没有想踩到黑色这一条线上面去 要通常都是留在蓝色的这一条趋势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在这个日线级别呢 已经多次得到了这个有效的这个支撑 只有这里一次是跌破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为什么今天感觉砸到了这个 大盘跌到了4418附近就有点止跌 就是因为它开始对吧 跑出去了这一个上行趋势线的这一个支持点 然后呢就开始有效的进一步的去反弹了 明天会不会进一步的跌出去 就是要看大盘的走势 但是暂时来说的话 这里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支撑点 毕竟这个趋势线守住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呢 自从去年10月的底部到现在 就是靠着这条趋势线上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每次的顶部 基本上呢也是在隧道的上方 所以现在在下方的话 如果这里是能守住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大盘能不能进一步的起稳 开始往上拿下4600 477的这些点位 还是在美联储加息会议之后呢 会进一步的往下测试之前的这一个4337的底部 好 现在我们去讨论一下另外两个指数的这个走势 纳指整体来说走的还是比较比标普和道指来说是强一点的 因为这两天苹果开始起稳了 175呢还是守住了 苹果手机呢在我前面的复盘视频也是有去点苹果 大卖在国内的销售量非常的好 我们发现那个特斯拉其实在国内也卖的不错 所以苹果和特斯拉双双的都是走比较好 所以这两天股价呢还算是比较是强劲点 这一波大盘开始往下去刷的时候呢 这两个还是比较是有韧性的 在这边呢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个NASDAQ指数呢 一度对吧是比开盘的这一个点位还要高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日线的这个蜡烛呢是翻绿的 但是这一会儿来说的话尾盘是有点这个小跳水 毕竟来到这里呢对吧 我们也是去看这个主力到底是在拉高出货呢 还是明天想就是还是有人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但是其实这个我昨天的这一个更新盘中的这个视频 已经去讨论过了啊 我觉得这两天大盘就是在走这一个震荡型的波浪型的这一个模式 昨天我们看到大盘基本上呢就是啊在走这一个高开低走 今天就有一定可能性低开高走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上半场呢啊基本上指数呢就是在探低的 但是下半场呢基本上是U回去了U型反弹 然后这一会儿再走的就有点像是一个copy handle啊 杯子型的杯子型的就看明天能不能拉起来了 因为刚刚就是怀疑这里主力是不是在那个拉高之后开始出货 啊然后就是进一步的砸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指数又是啊收上去这个4439左右的附近的这个支撑之上 也就是前面的这一个转折点位 所以明天就是看指数能不能总算是对吧往回走 因为再怎么说今天还是做出来了一个lower low嘛下行趋势 但是这一个下行趋势能不能变成一个终极的转折点啊 就是相当的有意思了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听这一个老包是怎么样的说法啊 这期视频呢我也是会去讨论之前老包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这里我们要重视什么啊和那个啊这个点阵图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scatter plot 美人处的官员们啊又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也会去看一下个股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面啊 这里还有半个小时就收盘了 现在是美股交流算是比较大的一个power hour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进一步的把这一个手柄走出来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突破 突破点是需要在这一个4449左右之上啊 就可以去看一下明天是不是总算是把这个啊 这个低点呢是给反转之后呢 开始走这个higher high这边开始走过去了 最重要的两个点位呢 应该就是这一个4450附近再加上这个4465左右的突破 那那个时候我们网上的话就可以开始又去看4474 4485啊 这一些重要的点位最大的一个是4494缺口下方这一边啊 啊往下的话如果不啊那个老包这一边啊是看到了 比如说这个气候价格回暖然后开始影响这个通胀的话 对吧那么我们就可能啊就是然后美联储要进一步的去放音派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对吧就看到啊往下走的这一幕呢 往下走我们就是要去看啊是不是要去摸到前面这个4337啊或者是更加低的一个点位了 但是暂时来说的话就是看明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暂时没定出来啊明天呢我会直接直播去陪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老包究竟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说到通胀啊其实啊在这个啊昨天过夜的时候呢欧洲这一边啊在我们可以看到9月19号的啊9点的GMT时间呢是做了一个新的这一个啊通胀的一个更新5.2啊5.2 在这里呢前值是5.3 这个是UROZONE啊在欧洲这一边的通胀的一个利率 我们可以看到在10.610以上的通胀利率啊在这个去年的股市的底部 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其实最高点的时候啊啊就是股市的最低点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路的通胀呢基本上是被腰斩啊 如果我们跟去年的10月的10.6的水准去比的话 现在只有5.2 而且他就可以看到每一期基本上啊除了在3到4月这一边回暖了一下呢 进一步的再往下打压 所以啊欧洲央行这一边呢跟啊美国这一边呢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接近了这一个加息步伐的一个卫生 当然这一个汽油怎么去啊石油的这个价格怎么去影响啊 整个通胀的这个趋势呢是有一个制缓性的 所以我们制后性的所以我们会即刻看到这种效果啊 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去一起过就是我感觉石油碰到93附近吗 会遇到一个强劲的压力被打压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的今天高位就是在这里附近的 所以石油是不是见顶了这个又变成是一个悬念了啊 今天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石油的一些繁殖的话 像这个啊 SEO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上去一点的 过去几天呢它就是在这个筑底过程 因为啊石油在去做这一个峰值吗 啊另外的一个比较啊比较好一个关联的是这个 Drip两倍做空啊 这个石油和啊和那个汽油的这个应该是exploration开发采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是涨了2.62的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呢去走出这个趋势 其实整体来说石油啊的这个价格 汽油的价格特别是在涨的话 对于这个电车的adoption对吧 就是大家转去用这个电车对特斯拉 其实还是啊比较好的一点 啊我们现在回看指数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就是在这一个4440和4444的之间呢 在开始挣扎就是选择方向 要看一下那个尾盘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晚上的时候啊一会儿我们这里 现在我还是中午的时间嘛 晚上啊亚洲开盘的时候 我看一下是不是在更新多一期啊 昨天没来得及发 因为我去看一下消息面 其实没有跟我盘中更新的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啊但是这里呢 我们是看到这一个啊 进一步的消息面是出来了 然后明天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加息决定 所以上来特别去啊 陪大家把这个复盘提早一下 陪大家给做完 啊今天消息面来说的话 这两天其实都比较薄弱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联储官员们在禁延期啊 在美联储加息会议之前呢 他们是啊不会出来去公众说话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对吧 在盘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看 是不是有某一个投行的CEO 或者像耶伦这一种的啊 这一种的这个政府官员会出来 去对于股市啊 给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耶伦昨天 我们就看到基本上是啊 给了不少的这个评语啊 昨天我们早盘也是有讨论过啊 他给出的一些啊 看法的 特别是在这一个 他觉得美债没有发行的太多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就充满了问号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national debt啊 这个国债美债来说的话啊 是达到了这个33 trillion 第一次啊 在历史上 当然这里面也有通胀的一个成分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department treasury是讨论了这一点啊 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啊 我就是在想那个国债真的没有发的是有点多吗 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啊 美国的这个信用评级被降低了到两个A加 三个A的是没有了 毕竟这个美债发的是特别的多啊 而且来到这里呢 我看到美债利率持续的在往上在走 给了科技股非常大的压力 这个十年国债利率啊 每次看到就是感觉它再次要下去的时候 又进一步的突破了啊 这里来到美联储加息会议之前 美国十年国债呢 达到了4.37 啊 国债利率和美债的价格是相互的 利率越高就代表其实是没有人再去买美债 那两个最大的买家呢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日本 在这里呢 就是啊 基本上是拒绝进一步的去接盘去买 所以我们就看到国债利率就一直在往上在飙涨 这个是外来的因素 但是在美国本国的这个因素来说的话 就是去看美联储啊 官员们明天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一个发言 特别是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我们去看一下老包明天是放音 还是啊 做这一个歌派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显一下自己的这个预感啊 觉得这个啊 鲍威尔明天会啊 给出一份什么样的这个演讲 同时美金呢 也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美金有点提前的小动作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察觉到了啊 我们先说这一个DXY啊 DXY来说的话就是美元的这个这个美金的这个指数 如果我们去看 比如说像这一个美金的周线级别的话 这里已经接近了前面的一个高位啊 可以看到这里呢 没有进一步的突破过 每次到了这一个高位左右呢 就感觉是被打压下去的 但是另外一个小细节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连续九根绿色的啊 这个周线级别的蜡烛 这里这一个周线呢 是第一次第一根这一个红色的 而且美金已经没有开始去创新高了 这里面一根蜡烛代表的是一周的这个走势 所以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在这里就是想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的吗 前面基本上涨幅呢 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里可以看到三年之后呢 就往下了 是不是在提前一见三年 这里呢 就是连续涨了这一个四五次 然后就是连续的开始往下了 所以这里美金上去了之后 是不是也要渐渐的开始往下走 这个我明天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答案呢 因为这个鲍威尔给出的演讲呢 对于美金会有很大的一个 移动性的这个能力 当然同时也是要去看这个美债的走势 到底这一个啊 这个啊中国还是日本这一边呢 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去买入啊 买入这个美债 所以这个就变成的是整个市场里面的一大个看点啊 一会儿我会去讨论一下啊 特斯拉今天的这个走势 现在还是啊就是那个收涨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在尾盘能不能维持到这个特斯拉网上 特斯拉今天其实到了261然后做了啊 到了261左右左右 然后做了一个挺强劲的一个反弹 走的还是啊 挺亮才挺不错的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啊 偷偷在跟着美金有变化的两大的这一个啊 资产类别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大宗商品 Commodities里面的黄金啊 黄金不要被这一个红色的去给那个啊 给那个混淆 大家可以看见的黄金在1920附近支撑 这个找到了底部之后啊 这里是强力的反弹 直接冲了超过30块 到了1956的这一个水准啊 所以这里是一路上来 这个在美联储加息会之前 我们见到这一种威逼风险的资产 因为市场risk off 我们其实是能见到的 但是市场真的在规避风险 真的在恐慌吗 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么为什么其实我们能见到呢 比特币是在悄悄的往上在走啊 其实我们把这一个 比如说小时级别打开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加密币 在这个25000我之前讨论过的 一个非常大的支撑 做了一个反转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线的往上冲 现在比特币都已经冲到27000之上了 所以加密市场在偷偷的涨 因为我讨论过的话 如果是现金为王的话 就代表美金的价值DXY 继续的在往上在走 但是来到这里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主力资金呢 是开始转入别的资产里面的 一部分对吧 摆入这个加密币 另外一部分呢 肯定是走在比较传统保险的 这些黄金的资产里面去了 还有这个稀有金属 像那个白银啊这一种的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主力到底什么时候 会选择去抄底 在这里呢 我感觉整体来说 像这个现在指数的这种 波荡型走势 有点像是在洗盘的 而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主力基金 持有最多的股票是哪一支的 就是股王苹果了 而苹果在175这一边 进一步的去被跌破呢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看见的 所以大家会说 那么主力的资金都跑到哪里去呢 对吧 有一定可能性 就是不能让苹果走得太高 就尽量的 还是把它压在这一部分 但是持续的我们把这个交易量 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往偏向上的 然后就是看这一个双底 能不能出来 开始进一步的收复这一个湿地 并 因为主要这个苹果15啊 感觉这个销量还是挺不错 特别是在国内这一边已经起来了 就是看北美这一边 我在这个北美这一边 这个preorder也是非常的火热的 我会在别的这个复盘视频里面 进一步去更新这一方面的 苹果暂时来说 就是看能不能突破 这一个180180左右的区域 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往190这一边去走啊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步步来 感觉就是近期来说的话 这里的压力有点重 所以就是还没有完全的突破 就是看明天这个加息会议 能不能做这个跳高的一个反转 这里其实已经有点强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嘛 在小时级别嘛 这里已经跳高了一次 缺口没有回补 强者自强 强者是不会轻易去回补 以前的这些缺口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如果明天能进一步的去开始 收复前面留下的这个上方 这些缺口的话 那么就代表这个苹果呢 可能是有可能进一步的突破 直到对吧 往189的这个缺口去补起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 好啊 现在我们去啊说一下今天盘中的一些看点 今天是有20年这个国债拍卖的啊 前值这一个利率呢是4.49 今天卖了130亿左右啊 不是这么的不是这么的一个理想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写着 Treasury 20 year yield 4.595 before 13 billion auction 所以卖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那为什么知道卖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因为利率又再一次的上去了啊 所以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非常影响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势 这个十年国债的利率啊 是给这一个科技股带来最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科技股像我们看QQQ FNGU TQQQ这些的时候啊 都是要看向这一个芯片半导体板块 像英伟达ASML这一些 能不能再次的稳定下来 对吧 最近这个SMCI呢 也是又上去这一个啊 大家的一个讨论点上面 感觉这个底部是不是有点出来了 一会看一下这个技术的一个形态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来说的话 就是多空博弈了 到底就是看这个50均线 蓝色的这条线啊 是在谁的这个囊中之物 到底是在多头这一边 还是在这个空头这一边 这会儿我们看到特斯拉尾盘 进一步的啊 在网上再冲高 保持在266267 今天的高应该是在267附近的 也就是开盘这里 就是看能不能收下来的 加息会议来说的话 因为我在群里面呢 是有不少的小伙伴在问我 老师明天到底加不加息 在这里呢 可以跟大家去说 99%只有1%的可能性 会加25基准点 99%9月这一边呢 是没啥事情去发生的啊 这个跟ECB的这两天 欧洲这一边的加息决定 是不一样 那个是有超过六成的机会 会去加息的 而确实也是加了 但是在这一边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本上只有1%的机会呢 啊 这一个是会见到进一步的加息的 而来到这里呢 我们在后期我们也可以看到美联储呢 这里市场是预期美联储是会开始去放鸽子的啊 也就是把这一个利率维持在老包说的这一个constant 对吧 也就是不进一步的去提高的这一个利率的情况下 但是我对于这个石油的这个价格还是一个问号啊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老包是怎么样看 啊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美联储最喜欢的指标是这个核心PCE数据啊 核心CPI数据呢 他们也是会看的 这些核心的数据有什么一个特点呢 里面没有石油的价格 因为石油和食物的价格呢 是摆在headline CPI里面 也就是我们正常见到的这个CPI里面 不是核心的那一个 核心的那个就是为了把这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东西 像这个啊 汽油的价格 还有这个食物呢 去掉 而得到一个更加好整体看这个经济宏观的一个走法 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了 那个美联储老包他们主要去考量的话 对吧 可能这个石油的价格他们会参考一下 但是啊 你说那个哪里去执行的话 他们看的是核心通胀的一个数据啊 啊 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1月 这个加息预期再次下降啊 从一天前的34%降到只有25% 所以这里呢 有超过七成的机会 不会在11月的会议去加息 12月的啊 那个几率呢 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啊 因为11月越离越近了嘛 啊 因为明天的会议结束 11月就是下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那里的这个几率是大跌 但12月的这个几率呢 加25基整点呢 是摆在35% 这个没有太大一个变化 比前一天是跌了32% 啊所以比前一天是跌了2% 前天是37啊 然后就是看后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保持的方法了 而降息的一个预期的话 降息的一个预期的话 我们明年可能去五六月这一边去找的话 啊 它可能会是开始偏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这一边呢 啊 这一个利率从2525550这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利率下来呢 是有33.9%的这个机会呢 开始总算是开始去降息了 这个我们是明年会看到的 好 这里我们去筹文一下老包 在这个Jackson Hole是有什么一个用词 是比较是一个重点 在这里其实花街还有那个分析师们 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去看老包的用词有没有改变 在这里我上一次解读 已经去跟大家提醒过了嘛 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啊 之前我Jackson Hole 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做过的一些点评 和后面就是感觉啊 当时老包是怎么样的一个发言 和这一次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比啊 老师给大家发了一些功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视频 去科普一下 啊 在这里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用词是carefully carefully 非常小心的啊 非常小心的 要为什么要小心的呢 对吧 因为就感觉这里的利率是啊 是那个差不多了 restrictive 达到了这个restrictive level 也就是对于通胀有压制性的这一个级别 去年Jackson Hole 为什么倒指跌了1000点啊 因为老包就直接来的一句话 we're not even restrictive 我们对于通胀根本就没有做成这个打压性 we're still in the same place 我们还在原地打转 这个是前一年 为什么这个Jackson Hole 老包一发完话之后 倒指就基本上是炸锅 然后跌了1000点啊 但是这一次呢 对吧 他就是讨论了 we're pretty much restrictive 但是我们需要看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的 他是要看到有一个sustained level 也就是有维持性的通胀会持续的再往下走 刚刚我陪大家看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数据 之前我已经给大家看过美国通胀下来的数据 其实这些都是由老包和美联储比较喜欢看到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渐渐的逐渐的一直的再往下再走 另外在这一边来说的话 对吧 主要的这一个点 在他上一次的这个conclusion 也就是最后的这个言词上面呢 we'll proceed carefully as we decide whether to tighten further or instead to hold the policy rate constant 对吧 在这里呢 美联储是会继续的非常小心的去看 到底要继续的收紧这个政策呢 还是把利率政策维持不变 维持不变constant 如果有这一个的话 那么市场会还是比较开心一点的 我们可能就看到指数能进一步的去恢复了 在这里一个隐藏的一个雷点 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每一个美联储 就是有投票这个官员里面的 这个点证图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这里有三位呢 还是在现在利率之上的 现在我们的利率在520550左右 这个基准点 但是有一些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位 竟然是在6之上的 然后有另外的两位呢 也是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2023年的预期 当然2024年 大家就开始降息 就往下走了嘛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table会比较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位呢 是在这个6.1的 作为他的这一个 这个终极利率 作为他的这个利率 然后这一边呢 还有两位是在5.87 这个都是比现在的5.5 是有点 就进一步的是高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最后 其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 这一个意见呢 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这里尾盘 进一步的往今天的这个267的这个高位去拉 还有10分钟啊 就会结束今天的这一个啊 今天这一个走势了啊 好 现在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特斯拉 我觉得整体来说 那个特斯拉是在走在一个新盈一点的这个隧道里面啊 就是这两条黑色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特斯拉碰到这个隧道呢 就是给错给给出来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应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高位在基本上对吧 我们有四点呢 就可以把这个隧道给画出来了 对吧 一二三四 然后来到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遵守着这个隧道在走 为什么这两天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早盘砸到261的时候呢 因为他遵守了 他在这个隧道里面进一步的去走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他就是对吧 一次跑到隧道之外 很快的做了下影线 那下影线算跌破吗 不算跌破 不算跌破 只要实体没有跑到隧道之外去 就是算是啊 是守住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时候 特斯拉能这样子进一步的转弯 往280的之上开始走啊 280是这个缺口的下方 一直在讨论这一点 所以暂时来说啊 特斯拉还可以 因为就是在走这一种波浪型的这一个 走势啊 我们就看一下现在逢低的话 是不是能再次的转弯上去 说到了说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一个 基本面的来说的话 其实这两天那个我们看到马斯克呢 是有跟这一个 以色列的这个 那个总理呢 是有直接去参观这一个特斯拉的工厂的 让我看到那个特斯拉的工厂里面呢 他们也是一起上去了这一个战车 Cyber Truck 所以都是对吧 都已经可以拿出来 就是给去那个 去看 所以就在想这个Delivery Event 发布会 是不是究竟真的是 离的是不远呢 而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这个是一大个 对于特斯拉的这一个看点 另外来说的话 现在今天已经是9月19号了 离这一个月初的 这个特斯拉的交付数据呢 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是去看 能不能进一步的发酵出来 这个利好 在这个特斯拉上面 带动股价走向这个280 和之上的这些区域去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个战车的这个内外呢 都是非常的清楚 经常会有这个视频 不断的出来 去看到 去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但其实你说到 这个Cyber Truck 战车的这个量产的话 那肯定是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会即刻的发生 但是第一批的这个发布交付的 这个Delivery Event 这个发布会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能第一时间去见到的 我们就去看一下 现在据说很多传闻的 这个特斯拉的内部 员工发出来这个10月份 这个给的这个日期准不准 毕竟10月来说的话 离现在也就是不到两个星期 如果是10月初的话 因为10月其实是整一个月份 我们就是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今天其实这一个大盘来说的话 这个恐慌指数啊 因为恐慌指数 VIX的这个期权呢 是欧洲式的 也就是代表呢 它是不可以在到期日之前去行权的 所以它的这一个规则有点不一样 而且它的到期日也是不一样的 它的到期日呢 是每周三 所以最后你能去交易 VIX恐慌指数的期权的这一个 啊 Trading Day呢 是今天 周二收盘这一边 然后周三的盘前这一边呢 啊 应该是盘前这一边呢 开盘之前呢 我们是 它已经是结算掉了 欧洲式跟我们平时习惯的 American美式的这一种期权结算呢 是截然不一样的 这个以后我另外会出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啊 但是这是一个小知识点 啊 然后在这里往上去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 VIX呢 又是冲高回落 其实这个跟大盘走的就是反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走 我在说的这种波浪型的 但是啊 我想指出的就是 这里有个M头 如果明天对吧 加息会议进一步走好的话 大家有看到大盘涨的话 就希望这个M头能走出来 在小时级别 然后VIX进一步的破位 又跌破13 继续的往下走 那这样子大盘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啊 往上去了 我说这个VIX今年跌的 还是算是比较多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区域呢 对吧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区域 就是看会不会进一步的啊 往下去跌破 现在来说的话 它没有在12.5这一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两天毕竟是这个加息会议 嘛 所以就是意思一下啊 往上去冲 啊 整体来说 我觉得那个大盘 现在在4445左右 其实对吧 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有点在4448之下 在有点做这个封顶的啊 我们就是看明天能不能突破 主力也是没有给出一个啊 确切性的一个方向啊 另外来说 今天CRT Instacart啊 对他他的公司名字 其实这一边写的是 Maple Bear Inc啊 但是其实这个是 Instacart 看的标志就认识 在北美的小伙伴们可能比较熟悉 但我可以看到他的IPO 没有走的这么的好 是在往下啊 这个下行的压力还是挺多的 跟这个ARM第一天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里在显示 15.87有增长呢 是因为他的发行的价格 offering price 是30块 而现在的股价是在这个之上的 所以他跟IPO原始的这个价格来比的话 是有涨 所以这里就会这样子的去显示啊 这个就是在这个GIG economy 跟这个Ubu啊 Dordash这一些啊 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就又多了一只股票 可以去看看的 嗯 另外说到这一个啊 这个福特的罢工来说的话 啊 可能要衍生到加拿大这一边 其实加拿大特别是在东部那一边 在安大利亚那一边呢 有不少的这个汽车制造厂 所以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可能那一方面呢 啊 也是会啊 影响这一个F系列 F series的这一个P卡的这个生产啊 对于这个Ford的股价 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啊 另外的一个啊 点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 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这个SOFI SOFI 因为这一个学生啊 贷款在美国这边呢 是要恢复啊 所以现在离这个10月初呢 是越来越接近了 到时候就去看吧 啊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一个啊 投票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我也是啊 做了不少的这个投票 去看一下大家对于 这一个股市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一些热门话题啊 啊 但是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CNBC上面也报告了一个啊 去统计了一些 这一个美国的CEO 然后去问 觉得以后他们的工作 会不会被AI 人工智能 代替 在这里呢 有47%呢 啊 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是好事啊 其实我们知道 那个人工智能呢 是可以帮助一个企业 节省不少的 这一个支出 而且我们知道 那个 AI来说的话 对吧 可能就是啊 因为始终是电脑和机器嘛 能想到一些就是啊 可能我们平时没有观察到的一些 细点就是你把一定的数据 让他去做一个分析 可能可以他去找到一些这个漏洞 啊 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这个是会啊 越来越厉害的 好 回说到那个特斯拉 今天Soyer Merit 这边这个大的啊 这个推特的播出50多万粉丝的 这边呢 是指出了一个啊 这个旧文啊 也就是啊 旧的以前那个通用 对于特斯拉发过的一个观点啊 也就是这个是Nicola CEO啊 这个是Hydrogen的一个啊 清养这一个汽车的这个公司去讨论的NKLA 大家应该熟悉这个股票 他的CEO是说通用在09年的时候呢 觉得特斯拉 is a bunch of engineers playing with laptop batteries 翻过来就是啊 是一堆工程师 然后呢 是在拿着一个啊 平板电脑的电池呢 在玩弄啊 但是当时对于特斯拉就是这个看法 但是现在在十年之后呢 啊 因为当时大家没有太重视这个电车 电池的这个发展嘛 所以反而是给了特斯拉一个领先十年的跑道 啊 根据啊 跟着一个整个汽车的企业去 汽车的这一个啊 那个行业去对比啊 所以这个特斯拉的领先的跑道走的是非常的好 啊另外这一边呢 未来今天呢 股价是大跌啊 这个幅度是超过15%的 主要原因增发offerin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是给出来的啊 基本上呢就是把这一个10亿左右的这个convertible senior notes 去转换一下啊 如果变成这个股票股票的话 那么对吧 物以稀为贵 这里如果把股票继续去啊 发行出来 把这个总的供应数量提高的话 那么会稀释股权 所以就会让现在的股价的价值 降低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跌幅出来啊 今天你有来到这里真的是有点惨的 我们可以看到你有呢 已经是 跌到了17.65%了 当然这个跌幅是超过10%的 所以short sale restricted 啊做空限制 所以明天啊 明天来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你有会不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有没有跌到位 其实就是匹配这里前面8.48.5的一个支撑 就是看如果他反弹的话 会不会进一步的往下探到7.13 暂时还好 因为今天跌了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到RSI直接呢 是跌到了日前级别的29 但是这一个MACD啊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就是深探往下去走啊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问号 我是会小心一点 如果去拨他有一个deca bounce 会不会就是往往下反弹 往上反弹一下的话 就要小心啊 这种冲高回落 直到他是止跌的一个行情 在下一个季度 我对于他的这个交付数据 还是比较是看好的 国内的这个乘客汽车 passenger card的这一个需求量 我觉得总有这种回暖的这一种的感觉啊 而且通过他的这一个财报里面的一些预览来说的话 感觉下一个季度财报还可以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 Neo 小鹏啊 还有理想这些是什么时候 再次的能转上去 当然这个对特斯拉也非常重要 如果国内的这一个需求量开始 逐渐的往上再走的话 对特斯拉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还是非常的好 只要我们能少见到一点像那个对吧 比如说上一些高速公路啊 和各种地方的话 对吧 这里就不让这个特斯拉开始上去 但是我们看到整体对特斯拉的股价的影响 倒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直接的联系 但是其实我们去看热搜的时候 还能还是比较能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的 好 英伟达还有芯片半楼梯 我留给晚上的这个复盘视频 今天暂时先点频到这里了 下载观看 记得晚上收看 明天我们一起看这个美联储加息会议的直播 好 记得分享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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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